男神韩庚 女神柳妍 也做选秀评委啦 这次选的可是最美的女孩 柳妍作为知心大姐姐 给女孩们讲解了自己对于爱情的理解 男神在现场演唱了两首歌曲 引起一片片尖叫的男神有没有啊 但是私下里哥哥面对记者时 完全忘记了高冷二字 开启了斗笔模式 还自爆了当年学生时期的把妹经历 你乖巧脸啊 对 乖巧脸 对 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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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男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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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笑呢 我没有没想 我自己看了 就可能你看了稿的看床 你自己看了稿的看床 那后来 你当初有没有就追笑话的这种 就是有缺精力 我也是笑草吧 那笑草一般都会和笑话发生点什么故事 有没有这种可以跟我们分享 笑草一般都很高冷 笑话 我跟哥哥 作为高冷笑草的你 降着调皮 韩庚饭们糟嘛 哥哥虽然调皮 但是却懂得莲香惜玉 当大家嫌弃冰冰胖抱不动的时候 哥哥力挺冰冰 八管冰冰咱们再来关心下韩根哥 前段时间那爆出和苏芒的恋情 虽然公司第一时间发了声明 否认了这一传闻 但是不知哥哥怎么看这个传闻的 我说这也太可笑了 你也能信你也能问出来真行 有个权益乐 哥哥咱还能做个安静的美男子吗 长沙报道